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這個3月25號 真的是還蠻興奮的 就是這個英雄混沌傳奇 終於出了一隻自己獨立的角色 那要走出自己的路嗎 但是呢他現在的路 這個我還是要抱怨一下 反正那個官方也不會看 這款遊戲呢就是 前期就是跟劍宇這一模一樣 然後他是屬於3D版的劍宇人 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他給的東西很少 資源真的很少 雖然說這個玩遊戲要有耐心要有意義 對不對 但是呢其實大家知道 我很喜歡放置類型的遊戲 我玩了這麼多款 英雄混沌傳奇大概是我玩到 所有款裡面呢 給的資源最少的一款遊戲 基本上大部分的遊戲呢 一兩天都會有個10抽吧 那這款遊戲真的是跟早期劍宇真一樣 可是我覺得甚至比早期劍宇真還要摳 就獎勵少 然後就是每天送一抽 然後一個禮拜才10抽就這樣子 那最近辦的活動呢 真的是 大家自己參加過就知道 齁 真的是只能用 真的只能用小氣來形容啦 齁 你參加完之後呢 也沒送什麼東西齁 然後 他最近出的這個組合啊 抽卡包啊 或是自選英雄抽啊 還比這個 一般的這個 這個 酒館抽還要貴 齁 所以說呢 任何東西呢 都是小氣齁 只有小氣兩個字 好了 不好意思啦 這個遊戲剛開始就抱怨這麼多 我真的希望官方可以稍微聽進去齁 好 那這個開場齁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本週的更新 首先是這個巔峰競技場齁 因為巔峰競技場就是 應該是上多隊了吧 對不對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齁 但是呢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3月25號 早上8點鐘更新齁 這個好像不是這個高階競技場 好 那我們來看齁 新增英雄 御血龍影齁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欸 御血龍影的技能怎麼 會保護人 然後降低攻擊力 暈眩 欸怎麼好像有點像賽系列 可是又不大像 欸 結果發現是新的角色齁 好 然後呢這個是特許召喚 加入本期特許召喚 3月25號早上開啟齁 但是這個我已經不抱期待了齁 就像一開始說的 他其實給的很小氣 然後特許召募呢 這個是選擇一位英雄 作為心願英雄 好 是可以指定抽 沒有錯啦 但是不知道說是不是用4000轉齁 那建議遠征的話 指定抽的話是3000轉10抽嘛 就 就跟那個什麼 一般酒館一樣 酒館是10抽打 打9折齁 然後是 2700轉 但是這款的特許召募 不知道為什麼 硬是要比較貴一點齁 變成4000轉 那你都花4000轉了 你不如花5000轉去 去用那個 秘密召喚 或者去召喚出這個 聖殿 不是聖殿聖淵 就是 尤達跟戴娃的神魔角色 對不對 然後呢 即時禮包 這些都是有的 所以說這次更新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個 應該是 應該是什麼 跨服齁 這類型的這個 這個PK賽 對我這種已經無課的玩家來說 這個就是 我們就是看看 然後拆拆樂就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這一款 這隻英雄吧 好 那這隻英雄他的陣營呢 是這個聖耀帝國 OK 聖耀帝國的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必殺技 龍咆哮 他說 凝聚體內的龍之力 向前怒吼 對單個敵人 單個敵人造成3秒鐘的暈眩 同時給敵人暈 這個虛弱的狀態 降低50%攻擊力 持續10秒鐘 那 我們可以期待說 打單體BOSS的 這樣子的活動的話 他應該是可以上場 因為吼一下 敵人就會10秒鐘 降低50%的攻擊力 這個降蠻多的 那跟賽希利亞 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賽希利亞的話 他是切到對方 地下結界 然後敵方的這個攻擊力 會減少 所以當時在想說 這是賽希利亞 結果不是喔 他是向前怒吼 然後 這個暈眩單體 降低50%攻擊力 但是我覺得 打單體的BOSS 也是可以用啦 然後暈眩時間 會到5秒鐘 其實還蠻長的喔 因為聖耀帝國 其實還蠻欠這種 控場的角色喔 因為聖耀帝國 這個如果說 以現眼睛來講呢 在關攻之後呢 都是一些廢角喔 然後都沒什麼控場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再看喔 龍爪突襲 他是說他普通攻擊 普通攻擊喔 有50%機率施展爪襲 然後呢 普通攻擊爆擊 也會再施展一次爪襲 就是再普攻一次嘛 那到了這個最高級 會摧毀目標能量50點喔 嗯 這個這個還好啦 就50點而已 而且這個是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遠攻前攻的角色 所以他這個是屬於近戰喔 所以 頂多只對一兩隻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還要暴擊 然後只摧毀50點能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效果不大喔 我將接近全力 好 被動技能 他被這個龍血滋養 每秒恢復1% 最大生命值的血量 唉唷 這個是被動技能 不需要開裝 我就會緩緩回血 然後受到攻擊的時候 有50%機率免刺 呃 免除本次傷害 免除效果有10秒鐘 他這個免傷呢 他又不像是蝴蝶那個樣子 就是說蝴蝶或者是亞歷山德拉 我們來看喔 這個亞歷山德拉 或是蝴蝶 我們看亞歷山德拉好了 亞歷山德拉是說受到10% 最大生命值傷害的時候呢 他會消耗直接抵消 然後每3秒一次 所以說他是 呃 百分之百一定可以抵消 那但是呢 有這個冷卻時間 那我們看蝴蝶喔 蝴蝶也是一樣齁 他受到傷害呢 他會瞬移 然後呢 這個傷害就可以免傷掉 所以說這個蝴蝶 常常被說為是這個 呃 主線推圖的這個 這個蝴蝶殺人王喔 這樣子 所以蝴蝶跟這個羅腕呢 都是有這個免傷的效果 那這一個呢 呃 這個的免傷就有 有一點點沒那麼乾脆齁齁 他是50%可以免除本次的傷害 然後呢 免除效果有10秒鐘的冷卻時間 然後是這個 最大值的話是到5秒鐘 所以呃 這個觸發的效果 沒有像羅腕跟蝴蝶這麼乾脆 但是50%也算高了齁 反正 遊戲的這個機制就是 不斷的重來重來再重來嘛 對不對 總是可以重來到說 他剛剛好免除到 呃這個免傷到這個 幾次致命的傷害嘛 所以這個也是 也是也是一個很 很強悍的技能 然後重點是說 他每秒會恢復 最大生命值的 百分比到2%喔 所以 這個算是蠻強的 因為像這個 會恢復百分比的這個 生命值的技能的話 大概就是大數跟這個 跟這個海神吧 齁 那這個是直接在被動技能 就會有產生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喔 好然後逆鱗 戰鬥開始的時候 他會選取身邊一名友軍保護 齁 那不知道是怎麼選的 我們再來看齁 當這個友軍受到敵方英雄攻擊 並且血量低於50% 會觸發逆鱗效果 布萊米亞 他會立即移到這個 呃接觸此效果傷害來人身邊 並優先選擇此目標進行攻擊 這個的話還蠻像是 雅爾貝德喔 也像雅爾貝德不是為馬 雅爾貝德或者是 呃這個這個 木盾齁 這款遊戲的木盾是誰啊 這一個齁 我來為你們開路 哥佛雷齁 哥佛雷也是一樣齁 這個欸 這這裡齁 每場戰鬥一次 當一名佈陣在後排的友軍 受到致命傷害 他會馬上跳過去 然後保護他 對不對 那這個技能的話 有一點像 但是這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會選取身邊一名友軍喔 所以這個要測試說 他站的位置跟選取的友軍 是什麼位置齁 應該是以後排為主吧 然後呢 受到敵方攻擊的時候 他會去保護他齁 那保護他之後呢 呃這個 他的暴擊率提升 急速會提升 然後對目標敵的傷害會提升 嗯 這幾個提升的效果 收手齁 因為呢我們希望說 他去保護這個人呢 這一個人他可以呃 這個被保護的人 會會受到一些呃 免傷的效果 像剛剛看到哥佛雷的話 他去保護的那個那個人 就是完全免傷免控 然後呢 傷害全部由哥佛雷去 去承擔 但是呢 這邊的敘述是說 他去保護他齁 但是呢 他只是去保護他 去去去攻擊別人而已 然後自己會提升暴擊 急速跟這個傷害 但是呢 暴擊提升16% 然後急速提升10點 10點齁 10點齁 如果說以劍遠征的急速概念的話 呃這個應該是100點速度變一倍 然後雙指的話是 雙指的話是70點嘛 我們來看一下齁 雙指的話在這個地方 雙指的大招是75點的急速齁 75點的急速齁 75點的急速還沒有讓你的速度變成一倍齁 所以說到這個三級呢 暴擊率提升20% 然後急速加10點 那對敵人傷害 對這個敵人傷害增加25% 其實不多呢齁 因為我們知道說主線推圖啊 敵人的血量越來越強 我們其實不是期待這隻角色可以打出多高傷齁 所以呃對於這種傷害的 傷害的這個加成啊 我是不抱期待的 所以這一個這個逆零呢 感覺上是保護友軍 可是我又沒看到什麼保護的效果齁 因為第一個被保護的人呢 也沒有什麼什麼減傷齁 或是免傷的效果 第二個他自己也沒有減傷免傷的效果 所以他跑過去保護敵人之後呢 都是提升一些跟攻擊有關係的 那以後面推圖來講大家都知道嘛 然後這個我們衝過去就死 衝過去就死 所以說他會不會一去保護之後呢 兩個一起死這樣子 碰到這樣子尷尬的狀況了齁 所以這個是需要測試的齁 好再來看一下他這個專武裝備 專屬裝備齁 專屬裝備是這個龍雪劍 呃開專武 它的暴擊率提升15%好 廢技齁 然後加10暴擊率提升也是廢技 好加20龍咆哮 在目標虛弱狀況下死亡的時候 他會恢復全部能量 還是廢技齁 因為這個還要 這個條件要虛弱 然後還要死亡 然後恢復的是全部的能量 也就是再開一次大 再吼一個人 然後再恐懼5秒鐘 這實在是綁太多條件了 然後加30呢 在逆鈴的效果下 會持續使用龍爪突襲 那龍爪突襲的話 他暴擊的話會把敵人的能量給打掉這樣子 然後突襲會造成兩倍的傷害和能量耗損 那也就是說 攻擊敵人的話呢 就是會扣100點能量嘛 那但是呢 逆鈴的話就是 他會瞬移到 那個他被保護的人身邊 對不對 然後呢去打那個 就是要去攻擊那個被保護的人的那個敵人嘛 所以他也不是打全體 就是打那一個人 然後對方的能量會耗損比較多 可是我這樣子看起來效果不是很大喔 所以說呢 剛看到第一個技能覺得 還蠻期待的 開大招這樣子會暈眩 然後降低攻擊力 所以這個在打Boss有用 第二個技能呢 就那時候就覺得說沒有什麼效果 單體然後只是扣點能量 那扣能量技能呢 當然是沒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叫做赫拉吧 對沒錯齁 扣能量的話還是我們的赫拉最最好 對不對 又是這個纏繞敵人啊 然後又會暈眩啊 然後這個這個 每次敵人會 會不斷的降低技能 重點是還會打斷敵人的這個攻擊喔 所以說就 這個 這個以控能量來講呢 我覺得赫拉會比較強 當然之後還有一個奧登 啊不是之後啦 現在已經出了奧登啦 這一個 迪歐 迪歐我不做人啦 這個石像鬼面具 這一個才是控能量的王者啦 對不對齁 開大招直接把敵人的能量炸光 所以這個海英里希才是後期必念的角色 好那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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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其他技能喔 好那裝武裝備呢就是 剛剛講到第三個嘛 第三個我覺得不錯齁 是不斷的恢復最大生命值的百分比 然後有機率免除傷害 所以說應該會坦一下齁 那但是冷卻時間五秒 所以可以期望說他可能可以這樣子就是自保一下 然後第四個技能的逆靈 逆靈我實在是感覺不知道有什麼效果 因為我沒有很期待他的傷害啦 所以這可能要測試一下 然後那最後的這個專武裝 專屬裝備的加10加20加30 這樣看起來呢我也沒有很期待 所以這隻要不要練呢我覺得 我覺得持保留態度齁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在資源不夠的話我應該不會練他齁 前期的話一樣就是觀光隊這樣子 然後綠翼再來亡靈的齁 這個海因里希齊齁 然後還有赫拉這些控場的角色要練 那大概是以這些為主 所以這隻角色的話我目前評價 至少他比這個戴斯蒙德 跟那個最近新出的這個奧烈格這些 來的值得期待一些 但是也就是這個樣子啦齁 那畢竟說他可以自保一下 然後還可以小小暈眩一下 那至於說他的攻擊力的話 就不很期待齁 頂多打打Boss啊 降降Boss防禦力試試看齁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也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期見 掰掰